今天的经文是历代至上第十六章七到三十六节 历代至上第十六章七到三十六节 弟兄姐妹们都翻到了 我们实在是感谢神 我们今天要用特别的一个方式 各位可以想象 我们在大卫的营约会的行列当中 我们有秩序的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 所以今天用一种特别的读法 就是从我旁边 左边跟右边分两半 左边先读 然后接着右边读 那我们就要从第七节 一直念到第三十六节 请大家要配合声调 这也是敬拜的操练 一致性 那从我左边开始 第七节 预复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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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要寻求耶和华以祂的能力 时常寻求祂的灭 祂夫人以色列的侯义 祂所间宣家各人之尊 你们要祭念祂奇妙的作为和祂的此事 并祂口中的看 祂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全力多有祂的看法 你们要祭念祂的约日之道永远 祂所恨处的话 直到现在 祂是祢要把祂祂的约 祂能把祂的过去的事 祂就将这约向亚瑟定为御礼 向祂瑟定为永远的约 祂是祢要把祂祂的约 祂能把祂祂的约 当时你们人临有限 树木稀少 临绝三大定为基因的 啊门 在祂的约方圣 在祂的约 presented 啊门 在祂的约方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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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AL-C picked by Gabrie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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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感谢神这段经文在说明那个时候 以色列的心情就像刚刚我们敬拜赞美的师班 在我们敬拜赞美团 在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们有很多的欢乐 我们有很多的跳舞 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释放了 我们没有看到自己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作为 这个时候是他们迎约会进到了耶路撒冷 这当中他们欢喜 他们跳跃 他们敬拜 当年他们唱的歌 就很像我们刚刚唱的歌一样 当我的心怎样 像大卫王一样 来跳舞 来歌唱 一起这样子来敬拜 全地都要来敬拜我们的神 敬拜我们的耶和华 弟兄姐妹们 我今天现在就开始问你们 你们这个礼拜过得好吗 好 很好 感谢主 你们这礼拜 看媒体 看新闻 你们会有比较好过吗 没有 不管你过得好 或者是说你过得不好 作为一个基督徒 都有一颗心 就是我们要学习 随时要把自己的心境做一些调整 就是我们要转移心境 朝见我们的神 朝见上帝 各位 都觉得宣教很重要 那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天母感恩堂 感恩堂 是一个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 我们在我们的信息跟我们的讲章里面 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们来宣教 但是我们从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 整个世界的民族都要火热的去敬拜 那个以色列的宝座 就是那个受高者的羔羊 要敬拜他的儿子 其实宣教是为了敬拜而存在的 敬拜是宣教的终极目标 因为神才是我们最终极追求的这个目的 当时间过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已经信耶稣了 千万的人都服服在神宝座面前 那个时候可能再也不要宣教了 宣教是暂时的 而敬拜是永远的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敬拜是一种触摸生命 当我们一群人聚集在这一期的时候 我们要去体验 我们要去感受 感受什么 感受不是那个气氛 不是感受那舞蹈的美好 不是感受到那个音乐的美好 我们要去感受到音乐里面 所呈现的那位复活的基督 我们要进入到上帝的荣耀 其实与其说 我们要进到神的里面 其实神是主动的来寻找我们 我们曾经为福音下了一个定义 在各种学者 你是什么样的背景 有不同的定义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 福音是上帝主动 介入到人的苦难当中 完成祂的救赎计划 请你跟你旁边说 福音就是怎么样 上帝主动介入人的苦难当中 完成祂的救赎计划 太长了 好 没有关系 你们知道有件事情吗 那个我们上个礼拜 上一个礼拜有没有 就是上一个礼拜是 那个明天吹着明天的风 他说有一种人 就是他的这个语言表达 都是用背书的你知道 因为他有人格障碍 一直背 那我大概属于这种 所以我可以把它背起来 福音就是上帝主动介入 人的苦难当中 完成祂的救赎计划 结果发现 糟糕我有沟通障碍 我可以背起来 但是没有一个人背得起来 那好 我们换一个名词说 在我们敬拜的时候 有没有 上帝的荣耀 要进入到你的生命 请你跟你旁边讲 上帝的荣耀 OK 那这样大家就比较懂了 主啊 求神真的是来帮助我们 学习沟通 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 当耶稣宣告说要拜神的时候 那些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跟诚词来拜祂 上帝主动的寻找 主动的牵引 主动的说服 主动的去找人来与祂亲近 当我们知道说亚当跟夏娃 他们在犯罪 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 上帝在讲说亚当跟夏娃 你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到路加福音 我们也看到神带我们 就如同那个浪子的比喻 那位有没有 那位父亲在家的门口 一直在找谁呢 找那个流浪的儿子说 你快回家吧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神的心意是要跟我们 有一个团契 所以敬拜就是大家来 享受那个互相沟通 互相的心灵的一个交通 所以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形式并不是重要的 心里面的诚实 跟触摸到上帝的话 才是这个重点 有时候我们过度关心 这个崇拜的形式 我们就忽略到 其实神是要我们用心灵 跟诚实来敬拜祂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 这个场的这个敬拜 是非常 当大卫迎约会 这场敬拜 是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就是说 不是说没有预备 非常的怎么样 就是不是一个很有计划 但是却有预备 然后有一个行程 有一个安排 然后大家有没有 超越那个行程跟安排 那个模式当中 享受在敬拜里面 甚至大卫王都不顾 他是君王的一个原因 他就跳起舞来了 今天隐约会是这样 今天弟兄姐妹们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 上帝的荣耀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透过我们心灵 跟诚实的敬拜 透过我们有预备 我们进到神面前 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 大家都跟你分享说 今天崇拜好感动哦 可是你会发现说 对我来说 我没有什么感动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预备 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 在敬拜当中 放下我们自己 让我们转眼 转眼你的心境 要朝向上帝 你要渴慕什么 渴慕上帝的荣耀 会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这是一个细心的事情 是一个有顺序的安排 我们的崇拜 如果很开放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程序 有宣招 上帝主动的 透过神的话语 将我们招聚起来 有敬拜赞美 开始预备我们的心 有圣道的宣讲 上帝要透过主日讲台 来安慰各位弟兄姐妹们 或者透过敬拜赞美 要来释放那释放的信息 弟兄姐妹们 你在每一次的敬拜 你有准备好吗 你能够说 主啊 你释放我 让我的灵 可以得到自由 来敬拜你 你是否可以这样呢 耶稣回答敬拜的问题 回答很清楚 当拜你的上帝 当要侍奉他 这位神是在历史当中 对我们说话的神 对以色列人来说 祂是什么的 祂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上帝 对我们来说 祂是把我们 从痛苦当中拯救出来 祂要让我们去侍奉祂 要让我们去遵守祂的诫命 所以正确的思想上帝 是正确的一个敬拜 错误的思想上帝 是错误的敬拜 你敬拜什么神 你的样式就像什么样式 这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次了 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我们的神是勇敢的 我们的神是有恩典 有怜悯 有慈爱的 所以当我们敬拜耶和华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充满祂的属性 但是外邦的神 他们正确的是思想神 他把他们的神给限制了 所以有一句话很好玩 说黑道拜的是那位拿刀的关公 结果警察也拜的是关公 到底关公要帮警察 还是要帮黑道呢 所以搞不清楚 或者是说有些特种行业 他们在拜猪八戒 他们希望说 每个人都像猪八戒一样吗 猪八戒是一个虚拟出来的 错误的敬拜赞美 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思想 我们必须常常地打开我们的心 去歌颂耶和华 去感谢他 去传扬他 去谈论他 去夸耀他 我们必须大胜地说 看到旧约很多人的改变 很多属灵的突破 不是在研究圣经上面 而是在敬拜当中发生的 旧约先知以撒亚当乌西亚王 那个重要的君王崩了 国家好像没有方向 他在祷告当中 原来这个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祂开始知道说 祂其实祂是罪人 我是嘴唇不洁净的 记在这个嘴唇不洁净的名当中 祂知道神就拆遣天使 让祂尝了一口碳 就重新拆派祂 让祂有使命 有目标 有方向 继续的去传扬 今天多少时候 我们教会的方向 今天多少时候 我们个人的灵命 我们是在敬拜当中 去做调整的 马鞍峰教会 他们坚持相信 在美国有个教会 非常强调宣教 特别是他们非常强调 对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 从来没有听过 这个福音的宣教 他们认为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都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 当非基督徒 进到基督徒的敬拜里面 他们感受到神的同在 那个时候还要什么信心呢 那时候洗澡的油 就高磨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的敬拜赞美 是非常特别的 我没有故意排练 对忽然间发现 今天就特别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心都被神打开了 如果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 那个信息需要很复杂吗 需要刚刚我念这样的福音 就是上帝介入人的苦难当中 你背不起来 不需要 神的荣耀即将怎么样 即将介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敬拜是歌颂耶和华 是寻求耶和华 寻求我们上帝的什么 寻求他自己 寻求他的能力 寻求他的面 真正的敬拜的领导人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耶稣基督活在我们当中 我们敬拜 我们唱诗 我们都是谈论神所启示的这一位 救世主 耶稣基督 我们借着敬拜 调整我们的心 学习像耶稣基督的一个样式 当我们把这些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先知 他是我们的牧者 他更是我们的祭司 在我们的中间开导我们 圣化我们 圣是怎么样 圣医养育我们 用生命来苏醒我们 我们都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灵在 所以在敬拜当中 我们就开始释放 无论是讲道上的释放 无论是唱诗的释放 我们好像都没有在高举 哪一个人很有很漂亮 很有人力 我们都看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看到了那位 复活的耶稣基督 如果你在敬拜当中 你想要凸显你自己 那很抱歉 你就发现没有能力 你就发现有没有 你只是在作秀而已 所以敬拜赞美的超越当中 特别是敬拜赞美团 特别是讲道者 特别是师班 我们都要去听圣灵的声音 让圣灵的高游 点燃我们在敬拜上的热情 让圣灵的火 让圣灵的火充满着讲员 让讲员自己本身就渴慕敬拜神 愿意将他所领受的圣道 传讲给弟兄姐妹们 寻求耶和华的面 寻求祂的能力 弟兄姐妹们 你们是否在这样的一个当中 看见上帝的荣耀调整了 很多圣人都这样子 我们最著名的那个圣法兰西斯 他也是在崇拜当中 看到上帝给他的呼召 给他的猜判 给他的恩典 所以他决定娶一个女生为妻 你们说那个女生很漂亮吗 没有 不过他真的很漂亮 圣方记取那个女生的名字叫做贫穷 他说我愿意取这个贫穷 这个女生太高贵了 圣方记本来是很富足的 因着神给他的呼召 他愿意去照顾那些麻风病人 那个时候的世界 回教帝国已经统治了 他愿意的用脱波的方式 用这种随走随传的方式 将福音传到回教帝国 去爱那些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到 他是从敬拜当中 点燃他生命的火 我们今天 为什么我们会软弱无力 是因为 我们没有好好敬拜 我们没有好好预备 我们没有让神的圣灵 电燃我们 我们可能担心很多 我们可能在心境当中 无法转移 所以我们就在劳苦重返当中 但是 感谢神 每次主持崇拜 都是你回到神面前的机会 神带领你 喝过师班 他们昨天晚上练得很恐怖 你知道 练好久 我在那边写奖章的时候 都听到他们的声音 神透过各样的 有心人的摆上 祂在崇拜当中 把祂的爱 聚集在我们当中 要开始提醒我们 我们开始要来刚强 我们开始要来做一些预备 我们开始要来转换 我们的生命 所以要纪念神 纪念耶和华 耶和华是创造者 当我们看到一个 这个旧约有没有 旧约 一位祭司主要任务是 亲近我 侍奉我 旧约要做他一切的工作 今天有没有 今天我们的敬拜是 人们都聚集在一起 我们是否有那个 圣洁的期待 不是期待正洁 是圣洁的期待 意思说 我们今天 在敬拜的当中 我们要讲白话一点 要改变我们的习惯 我们今天在敬拜当中 我们是不是有那种 我们是把我们的心预备好 今天神就要发生大事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崇拜当中 然后我们就要发生说 今天所有人来 就是不一样 看到弟兄姐妹们都改变了 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 因为圣灵的火在我们当中 我们自己也可以调整 我可以面对我的上司 那样的给我压榨 我有很困难 我可以胜过 因为今天我来朝见上帝 我就得到能力 我期待 在今天9月15号 这个主日崇拜当中 遇见上帝 我有圣洁的期待 此时此刻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常常 这样的一个预备 如果你要这样的预备的时候 有没有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力量 可以满足你各种的需求 当你被这个神职人员祝福说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裁判你重新回到职场 回到家庭的时候 因着你今天 好好的敬拜上帝 你觉得你可以好好的 靠着神的力量 做工 游戏 吃饭 睡觉 你甚至可以想到说 我不但 只是在今天这里敬拜 我要把这里敬拜的感动 延续到我每一天 我离开这里的每一天 我都要这么样喜乐 不是只有在今天的敬拜战美而已 而是有没有 在我的环境当中 我都要有看到神迹发生在我当中 我都要为那逼迫我的祷告 我都要为我的这个环境来祷告 也许有主灵征战 但是我要把今天我的那个喜乐 被那个圣灵所充满 今天所敬拜的 带到我的家里面 带到我的职场 带到我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预备吗 最好的预备 在第三点里面 是去思想 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 神祂的作为 祂所设立的典范 我们是否走在祂的命定里面呢 我们是否愿意放在我们自己 然后随着圣灵带我们 然后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些启发 有人都愿意这样做 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 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困难 但是在无数的困难当中 我调整 我慢慢的 我也可以被称为神的器皿 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难处是 我们缺乏持续力 今天所有的感动 所有的爱 所有的欢乐 主日崇拜 在周牧师说 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 天父的完了就完了 但是圣经的不是这样 旧约的也不是这样 祂要我们持续的在一起 有时候我们在相聚的时候 我们超越了我们个别性 我们大家融合在里面 我们可以接受彼此的勉励 我们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火 我们可以向外去发展 这种不能言喻的安慰有没有 就安慰了你我的心里 我们在敬拜当中 我们合而为一 好像超越了我们的个别性 其实这一股力量 不是那个电视所传媒所带来的 那种只有热情 只有那种 对 只有你看那年轻人 有没有 他们在封他们偶像的时候 他们拿到荫光棒 只有这样子 这样子而已 摇完就没有了 我们的崇拜是带着这个热情 带着这个热情 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去思想 神的旧恩 神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创造当中 体会到祂给我们的能力 还有祂所带来给我们的这个能力 还有荣耀 敬拜 祂是需要有什么的 需要有操练的 需要操练到一个程度 内化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需要有秩序的 动作的方法 练习 转移 心境 来怎么样 来朝见上帝 我们都好像觉得说 这个敬拜好像是由人发动的 其实我们要说 这个其实真正发动的是神 只是神运用了这个人 作为器皿 所有人都在神的这个掌管当中 我们要活在一个内在的一个倾听当中 我们去了解敬拜 然后我们要常常的去想 我的生活跟敬拜有没有关系 跟宣教有没有关系 到最后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的操练会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会很愿意的 好比说你在这个 有时间你都愿意的 跟一些陌生朋友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很多时候有一些场合 有一些黑暗的场合 像夜店那些场合你以前喜欢去的 但是你信了主 你就发现说你在操练敬拜当中 你就觉得你不应该去那个地方 你就慢慢的会做一些转变 保罗就把这件事情讲到说 我们不要随从肉体 我们要随从什么 我们要随从圣灵 敬拜就是让圣灵慢慢的来控制我们 让圣上的能力慢慢在我们的当中 然后借着歌唱 借着跳舞 借着欢乐 将那位奇妙的神宣扬出来 我们是不是常常献感谢的祭呢 我记得我们的弟兄 我记得我的母会有没有 很好玩 这个牧师就讲了一个创意 他说如果你想要感恩的事情 就准备一个铺满 如果你想要感恩的事情 你就投十块 然后我们全教会都在养猪公 因为这个变成一个全教会的一个学习 如何学习用感恩来敬拜上帝 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觉得有感恩的事项你就投十块 那我们这一年过去的时候 我们都教会公开发那个猪公 然后呢我们就举办一个有没有 我们就举办一个猪公见证大会 看看大脚猪公都出来 那每一个十块钱都代表上帝 在这一年当中所对你的这个恩典 我们是不是有向神献上感恩的祭 我们是不是常常去宣扬神 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一个敬拜赞美 就是灵恩运动 他们就是把我们不是用理性 教我们用理性跟物性跟灵理相通 跟音乐有没有 让我们俯伏 站立 跪下 举手 拍手 甚至要跳舞 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当中去享受祂 神是威严的神 敬拜是以圣洁的期待开始 那祂的结束也是圣洁的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敬拜有没有 我们非常活乐 我们好像很懂教会的文化 我们一进来我们就开始唱歌 开始跳舞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崇拜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感觉到很释放 但是 崇拜结束之后 我们依然是忧郁症 我们依然是被魔鬼捆绑 我们依然是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就不懂得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敬拜 敬拜的果效是让基督徒可以顺服 敬拜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冒险 祂把我们隐藏的恶都掀出来 要我们好好地去面对 旧月当中他们有圣殿 有祭司 有这个节旗的庆典 都一直在不断地修正人 要叫人能够怎么样 能够顺服上帝的法则来生活 今天我们已经到了新约 神要我们做什么呢 要我们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里被恩感 然后来敬拜上帝 敬拜上帝 看起来好像是很难的 又好像很简单 其实只要开始 你愿意开始做 就可以慢慢地一个学习 让神的这个 让你对神的爱意 充满你的心 你可以学习这个 用读经日程表 排一些敬拜的主题 来开始你学习敬拜 其实日用心灵跟诚诚敬拜 什么是心灵跟诚诚呢 你也可以学习 什么是圣参的教义呢 有时候我们常常领圣参 其实圣参是可看见的到 上帝要透过这个仪式当中 要识认给我们 我们是不是常常去默想圣参的教义呢 还有我们也可以去默想一下 我们整个教会的崇拜生活 然后我们可不可能就是 好好地来参加祷告会 我们实在是感谢神 那个我们祷告会本来越来越少 后来呢 就是在我们的呼吁当中 我们就开始产生生律军 然后我们就开始换地点 换在这个雅各 我们就觉得我们祷告 就更加的一个火热 在这边也呼吁大家 你也可以来参加 第一期的这个座派的 这个敬拜的这个祷告会 然后那个星期六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小祖们 一起来敬拜神 然后星期天 我们一起在主日崇拜当中 去朝见上帝 我们可以常常地去把这件事情 放在我们心里面 去默讲它 我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转变 才能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 来敬拜神 我们来背一下 来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 上帝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 每次灵修敬拜前 对自己说 我要专注 用心灵跟诚实 这个可以 我们可以这个礼拜 作为我们的操练 然后我们也可以来想一下 就是 这个没有写错 有人说 牧师你打错了 应该是灵理回应 顺服上帝 其实不是 灵敏是对的 就是你的灵 要很敏感的回应 顺服上帝 当我们 探完这篇道的时候 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也来念一下 有什么真理 我必须顺服的 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小组明年分享 有什么命令 我应该遵守的 有什么的榜样 我可以学习的 有什么的警告 我可以应该注意的 有什么应许 我可以抓住的 所以今天就很简单 就是跟大家来分享 如何转移心境 来面对上帝 其实就是要歌颂耶和华 寻求耶和华 要从你的旧恩历史当中 去纪念 然后最后怎么样 要荣耀耶和华 要像大卫一样 全地 全世界都应该要来赞美上帝 我们再讲一下 敬拜跟宣教的关系 其实敬拜是最终极的目标 宣教只是时间 到那个时刻 到最后的时刻 全世界的万国万民 都来敬拜上帝的时候 宣教就不需要了 所以敬拜上帝是一个 我们终生要学习的功课 也是我们讲台上很少提的 那今天透过这样的机会 跟各位来分享 也希望我们不是 只有把我们的感动 留在这个怎么样 留在我们崇拜当中 我们要把我们的敬拜 带到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人的场所 我们的人际关系 还有怎么样 我们的生命 敬拜是什么 敬拜是我们放下自己 让上帝的荣耀 充满我们的生命 你是不是常常 让上帝的荣耀 来充满你的 你是不是常常 愿意顺服呢 敬拜是有它的一个预备 我们不是这个 吵吵的就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要预备 我们要有一种 叫做什么 有一个词要注意一下 叫做什么 叫做圣洁的期待 我们期待会有神迹奇事 在我们当中发生 《使徒勤传》 是一个最好的一卷书 那时候他们在祷告 他们在祷告 在等圣灵等了很久 他们有圣洁的期待 结果神迹奇事 就发生在他们当中了 有人被医治 有人说方言 有人心里面的火被神 点燃 祂愿意去宣教 有人在崇拜当中 祂克服了肉体的软弱 随从圣灵 这是我们要重新唤起 天父感恩堂的 这个信仰的一个重点 如果我们只是在 这个形式当中 这个敬拜 没有进入到我们生命 我们还只是在理性当中 我们需要用理性 用悟性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神是灵 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祂 心灵是主观的信仰经验 有人说 哎呀 多牧师 你怎么搞的 讲的大家都听不懂 就是你的感受 不要 心灵就是怎么样 你的感受 那怎么是诚实呢 诚实就是圣经的教导 那我就不用那个比较难的 就是心灵就主观的信仰的经历 然后诚实是客观真理的基础 谁听得懂 就听不太懂 OK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 有天心这样的障碍 我再把它 我也改变了 敬拜我要改变 我要讲人家能够听懂得到 心灵就是神感动你 要去做的 诚实就是怎么样 圣经的教导 因为我们每次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就感受到神的能力 感受到神的安慰 感受到神的救赎 我们就不再一样 每一次的敬拜 让我们越加顺服 今天我们失败了 我们再来敬拜 我们就越加顺服 今天没有能力 我们再来敬拜 我们就越加有能力 直到我们完全被调整 属于耶稣基督 我们完全看到天不敢当 每次一敬拜的时候 上帝的医治 上帝的权人 上帝的荣耀 就充满整个会堂 你渴望我们的敬拜 是这样的敬拜吗 你阿门的话 你就要从你自身开始做起 要预备 当大卫王他们有做错事 他们之前 忽然间就是约会 用车子这样子 结果有一人一摸就 用牛车 一摸就 后来他们 这次他们不一样 他们调整了 他们有预备 他们去看一下 律法书怎么做 结果大卫就带领他的百姓 进入到那个荣耀的敬拜里面 唱歌 跳舞 一切的喜乐 大卫王朝也从这次开始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命 也是这样 我们常常要转移心境 来朝现上帝 歌颂耶和华 寻求耶和华 去纪念耶和华在我们当中的事情 然后要常常去诉说上帝的荣耀 全地 全世界 充满了上帝的荣耀 然后再继续